哈喽大家好我是丁丁 我们今天要来讲到韩版十月第二周的更新 他们本周更新的全新的试炼之塔内容 那我们一起看一下有哪些吧 那记得在说明之前帮我的频道点个订阅点个赞 并且分享哦 首先十月第二周更新 第一个更新内容是指全新试炼之塔即将上线 时间是为期三周啊 从十月十一号维护后到十一月一号 那他主要内容是透过回新的试炼之塔挑战你的战事极限啊 那我们看一下内容有哪些 他这一次的兑换物品 一样是使用试炼之塔通关的凭证来兑换 但其中比较特别的就是他这次新增了试炼之塔的收藏品 分别由上至下是第一个减商加一使用两百个凭证 第二个是全部伤害加一使用一百五十个凭证 第三个是经验值加两趴使用一百个凭证 第四个是血魔各加一百使用五十个凭证 那这些收集品是有期限的哦 他的回收时间是到十一月八号 也就是试炼之塔的结束后再隔一周就回收了 不过这段期间其实还算长的 大概让你一个月左右维持这个能力值 我觉得整体来说还算不错 那我们再来往下看试炼之塔究竟改了什么 首先试炼之塔的界面做的调整 你可以在同一个区间就是每十层楼做选择 然后他这边的话基本上就是每个账号一天就是只能参加一次每一层楼 这样子然后我们我们可以从这个十层楼里面跳一层去自行选择去打哪一层 他这次界面做的比较呃变成那种上下爬塔 不是之前那横向左右爬塔的感觉 然后再来是他这个楼层选择啊就长这样子 这边按就可以按上下楼跳动啊 接下来就是你可以在每一个每一层楼看到总排名 就是爬塔的时间 他现在的时间就是你刷的越快怪生的越快 所以你就只要尽量刷就可以出现排行榜 至于这个排行榜目前是没有公告有任何的奖赏之类的 就只有排行的效果 好接下来韩版这周开放的是特殊变身合成TJ 再往下看 本周韩版内容其实比较少啊 这就是到了这个周末制作啊 那周末制作的内容大部分都一样 然后他们这一周是开放的是通气泛酷竭的变身卡 以及黑色曼波兔的挖卡 台版这周的周末制作应该也是 应该也是一样啊 好再来往下看 比较特别是他们终于把子变子娃卡改变了 这次的制作子变是暗夜杀戮者 然后子娃是恶魔的娃娃 然后这比较特别是他这次周末制作一般服开放了火龙甲的制作 他这边使用22个袋子可以1%的几率拼到巴拉卡斯的盔甲选择箱 或者是巴拉卡斯的魔盔甲 选择箱里面你可以自选出四种类型的盔甲 例如力量全员霸气跟魅惑等等 那这个我帮你们算过了 22个袋子制作1%的话 期望值是2200个袋子 总金额是15万赚 你们自己斟酌一下15万赚去拼这个期望值 好再来往下看 本周还有开放44个袋子去兑换这些礼包 像古典包然后 这是那个梦夜包还有四色包以及 那个欧瑞的娃娃包 再来看这是韩版这周的礼包内容 那这是台币包 台币包内容就是跟我们台版的一样啊 比如说这个开一个那什么福石碎片 还有3000个荣誉货币 这个选择其中之一的 或者是选择这个卡包12包修炼修炼箱子24个 或60个保护视频保护卷轴 或者是6包技能卡包等等 然后所以目前的这些内容物大致上 都跟台版台币包是一样 好接下来看韩版这周的蓝钻包 蓝钻包的话 这次也一样是出这个子凭证可以购买的 通用包 那本次的制作也是 那个金字形神塔跟一般的最高级 变身卡选择箱去做二选一的制作 然后他这个凭证本次的开放一样是只有到 16个凭证做三个神秘红卡 没有开放一般服制作那个 紫变保底次数的那个门票 所以有点可惜啊 因为我觉得紫变保底次数跟 直接制作可能75万的三色币 会比较来的划算一点点 做这三张神秘卡其实有一点点的少 好以上就是韩版本周的更新啊 有点小失望 因为没有太多的重点更新内容 也没有针对下个版本或是之后新的改版有什么特殊的介绍 好感谢你们收看 我是丁丁 欢迎继续锁定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